我刚进剧组那会儿 我们动作导演就跟我说过 蓝鑫啊 你这个腿法真的很棒 我们打算重点去培养你 打今儿起 你能用脚就不用手 整部电影我拍了仨月 我这手唯一的功能就是洗脚 那什么 别乐那么大声我慌了 后来我走进演艺道路以后 当了演员 我就发现我这大个特别受限 很多戏我都演不太了 你就琢磨 比如说宫廷戏 皇上回宫我去迎接 皇上一进门 艾菲 你咋见证不跪嘞 皇上我这不是跪了吗 还有一种就是偶像剧 咱去篮球场里边 女主亲吻男主的时候 不都得垫脚尖吗 就这种 你说我亲吻男主 我垫脚尖 我再头上爆扣吗 他节奏感好好 觉得是吧 跆拳道冠军的头衔让我走上了演员的道路 所以他其实一直是我的骄傲 但后来不知不觉就成为我找对象路上的一个毒药 一个小哥哥 剑桥的硕士 哎呀好家伙 身高相仿 年龄也很匹配 丝丝纹纹纹的 他方方面面都是我天菜 那给我喜欢的 一见面小哥哥就说 哦 我的天啊 蓝心 你这个腿超漂亮的 一看就是模特大赛的冠军 就给我美的 我当时脸都红了 我这心脏 晃晃晃的跳啊 我当时就捂着脸 哈 对啊 我是冠军 我是跆拳道全国冠军 小哥哥给吓得往后一靠 推了推眼镜 哈 跆拳道哦 小哥哥微信都没留 转头走了 好家伙 实在太难过了 我就在想 你说这男的他在怕什么 为什么他能在我面前显摆他的穴位 我就不能在他面前显摆我的 冠军呢 有道理 有道理 经常有朋友对我们这些会功夫的人啊 有一点误解 就觉得我们特暴力 哎呦 我们 一个国家级健将运动员 跟你们所有普通人交手 那个算是持蟹商人 您是受法律呵护的 我们蒋武德 我 这 冰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